殡仪馆的工作有多香 看看这个女人就知道了 她正在使出洪荒之力 硬生生掰开尸体紧闭的嘴 然后从工具包里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剪刀 镊子整齐地放置在手术台上 这是要给尸体来个体检吗 只见她拿出一个钳子 细致地在尸体的嘴巴里 不停地倒过 死了还能享受结牙的待遇 一番操作后 女人从嘴里夹出一块小东西 她仔细地端向着 随后放进了一个玻璃容器里 没想到居然是一块黄金 这工作的油水让人猝不及防 她打开另一个停尸锅 拖出尸体 用同样的手法 又搞到一项团 紧接着第三个 第四个 收获颇风 事后 女人抽起了滑子 你们笑我太贪钱 我笑你们真悠闲 这场下来 不比直播赚钱多了 她将包包挂在墙上后 该处理最后一具尸体了 这具尸体是下午刚送来的 女人揭开白布 是一个日本猛男 大概也就三四十岁 他掐掉手中的滑子 开始给尸体脱衣服 看着坚硬的胡子茶 也不知生前霍霍了多少女演员 此时 她的耳朵正在往外滴水 可能是被淹死的 所有衣物退去扔进垃圾桶后 女人才开始帮她擦拭身体 有可能是母胎嗖的缘故 她竟然目不转睛盯着关键部位 想趁机学点生物之时 她奋力地想给尸体转个身 万万没想到 在转身的一瞬间 菊花失去收缩功能 竟然掉出了一坨屎 女人却不以为意 还把口罩摘下 将脸凑上前观察 里面有一颗亮晶晶的东西 她从众多柔软的墙中发现 一颗大钻石 我的天哪 女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就在她思考之际 突然传出一阵怪异的声音 回头一看 原来是排气扇不动了 这大半夜 怪吓人的 正所谓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只见她徒手扣花 好家伙 这究竟是什么贵人 里面还有两颗晶莹剔透的钻石 她已经单身三十年了 只因为是一世关 没人敢跟她约会 你看她不带任何防护工具 徒手撬开尸体的嘴 许出金牙俱为己有 此时的我 就像老太太上楼梯 不服不行 一刹那 尸体的手指竟然动了一下 然而女人只盯着黄灿灿的金牙 什么也没察觉 出乎意料的是 嘴里还有奥秘 金牙下面连着一根鱼线 女人好奇地扯了扯 竟从喉咙里就出了一包钻石 女人瞬间惊了 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具尸体简直就是个宝藏 开心之余 她急忙揣进口袋 正准备转身离开 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回头死死盯着男士 她冷静思考了一番 随便就搞出这么多钻石 或许身体里面还有更多 就连只想搞钱的深圳女孩 在她面前都只能甘拜下风 贪婪让女人胆大包天 开始肆意妄为 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 她拿起剪刀 就要开膛破肚 突然 女人被吓得连忙后退 瘫倒在地 这一幕 她看得目瞪口袋 我的天 这是诈尸了吗 男人缓缓站起身 呆滞地转动着脖子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嘴角还流着清澈的口水 女人慌张极了 赶紧捂住口鼻 生怕男人感觉到她的呼吸 结果一个亮掐 口袋中的钻石掉了出来 她摸索着将其钻到手里 男人瞬间被声响所吸引 露出一个鬼魅的笑容 女人欲视为一带钻石 就这样扭打在了一起 但女人怎会心甘情愿 到手的钻石就这么黑了 在紧张的氛围下 女人选择口吞钻石 然而 尸体立马暴露 连滚带爬地追上女人 抓住女人脚的怀 一次不成 再拖第二次 女人在荒万中 拿到了一个班手 这个女人属实是穷疯了 此时的钱财她也敢惦记 结果偷钱不成反御诈诗 为了夺回自己的惊讶 她一把抓住女人的脚 将她拖到跟前 可女人卯足了劲 奋力挣克 爬向工具台 抓起她 发疯似的不停向尸体扎裙 接着咬牙切齿地说 突然头顶的灯光 开始闪烁不停 不断有敲击声 从身后传来 女人惊恐地缓缓转过头 接着 所有的停尸队自动打开 一双双草来的是 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女人吓得紧闭双眼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惊动了值班室的男同事 她拿着手电筒慢慢走进停尸房 查看里面的情况 可四周漆黑一片 并未察觉出一样 就在她放松警惕时 她突然感觉到 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她捡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装进了口袋里 这个惊人的发现 让她继续在地上寻找 果然又发现了一颗 这时 她看到那具男尸 完好无损地躺在手术台上 她上下打量了一番 随后照向其他地方 突然 她看到他 摘在脚上 吓得他瘫倒在地 定神之后 她鼓足勇气 小心翼翼地向女人靠近 好家伙 她嘴里竟然也有钻石 男人将钻石从嘴里拿出来后 又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随后 贪欲开始膨胀